各位读者傍晚好 欢迎收看2018年5月8日光华夜报抢先看 今晚的光华日报夜报头条 第十四届全国大选在即 于十万锦利与支援人员将出动 维持大选投票日秩序 警方也呼吁民众提早投票 在旅行选民义务后 早点回家 在家等待成绩 国际新闻 脸书近来卷入重重丑闻 包括用户资料外泄恐怖主义内容等 最近更有研究显示 脸书的朋友建议功能 也能协助恐怖分子互相结识 无意中为他们布下全球性联系网络 娱乐焦点 距离全国大选日不到一天 身在海外的部分大马艺人 已经准备就续返马投票 大马歌手艺人也纷纷呼吁 请选民回家投票 履行公民责任 回家吧 一起投下神圣的一票 以上就是今天的光华夜报抢先看 欲了解更多新闻资讯 请翻阅稍后推出的光华日报 阅读愉快